帅气指着镜头背后就是海马斯火箭发射 乌克兰国防部最新宣传片喊话要俄军投诚 果然2023前三天就对俄军发动密集攻势 最新这一起瞄准卢干斯克的弹药库 无人机先侦查确认目标后晚上投弹 弹药库瞬间大爆炸燃起熊熊烈焰 而另外跨年夜俄军大本营遭袭 官方最新死亡数次上修 开战以来最惨重伤亡 俄罗斯举办哀悼活动 罕见公布死伤或许因为消息在国内只包不住火 新的一年刚开始连连失利 俄罗斯周二展开报复 法国TF1记者连线到一半 后方大爆炸 镜头摇晃断讯 同内主持人和来宾当场吓傻 这里是顿内刺客城镇 德鲁日吉夫卡 俄军声称 摧毁至少两套海马斯多管火箭 就算俄罗斯搬出伊斯坦德飞弹狂炸 地面作战还是毫无进展 大喊缺弹药的不是乌军 而是俄罗斯瓦格纳佣兵团 在这段影片中 瓦格纳创办人普京盟友普里格金 亲自解释俄军为什么攻不下巴赫木特 连俄罗斯自己都承认打不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趁这个机会 和盟友讨军援 最新一波军援包括英国上千枚防空飞弹 斯多维尼亚也送上救护车和军备 而最挺乌克兰的美国 更从去年就派4000美军进驻罗马尼亚东南部 并在边境举行军演 纽约时报分析 罗马尼亚是离乌克兰最近的北约成员国 火箭弹7分钟就能射到克里米亚 可以看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惨痛经验后 美国现在的策略就是不直接参战 而是近距离驻军达到贺阻俄罗斯的效果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